很多人把鸡爪买回来,只会红烧,下次就跟我一样,做个柠檬鸡爪,酸辣开胃,特别好吃 首先把3块钱一斤的鸡爪一分为四 想要鸡爪不破皮,一定要冷水下锅,放葱姜,尿酒去腥,撇去浮沫 小火煮10分钟,再关火扣盖蒙10分钟 煮好之后过一下冰水,这样口感才会更Q糖 这个方法你可要点赞收藏起来,非常感谢 再放蒜末,小米辣,防瓜,柠檬,香菜,再撒点黑芝麻 调味只要放一包,这个搭配好的泰式氛味汁 然后用我的手抓拌均匀,腌制30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我就说了很简单嘛,你要是学费了,就做起来吧